我被饼干截糊了 我是田静 我现在在山东青岛的劳山景区 今天人特别的多 是周末 昨天晚上开车到这的 早上一起来 发现停车场都满了 朋友说 你来山东怎么能不吃盖奶饼干 所以我在这附近 找找看有没有卖盖奶饼干的 因为说盖奶饼干 是从梅牙吃到梅牙 他说了 这不是零食 是一日三餐 还没有 真没有 大海螺 特色旅游品 没有 你好 这有那个青石的盖奶饼干吗 这个卖的太少 卖的很少 小年是就这么一个区域 很难卖 一般都带海产品 那能跟奶饼干的呀 跟奶饼干的 没有什么听到地位 特色 海产品就听到的 哦 好吧 小花鱼 小花鱼小刀鱼都很出名的 就是你出来旅游 你待会跟奶饼干去 不是就是现吃啊 在这现吃啊 过去可能小时候感觉挺好吃的 现在吃太不好吃了 过去不得缺乏 现在不吃那样了 哦 好吧 谢谢您 这次我认识是民意在这 那天老师你学上 上海我也不也去的 这看 马上老师哥 这人有些什么 老师有点 有点 有点 爬山吃啊 嗯 爬山千万别是这种饼根 这种饼根是一个岁边干 哦 这个饼根是一个岁边干 只有这种大袋是吗 你得有一个十块钱一包 但是这个爬山我不建议你 这怎么卖的 那是四块钱一包 小的这个四块钱一包 对 那是二十块了 来两包 来两包 我现在不去喝茶了 不不不现在不 现在太热 对还有人给我推荐这个了 居然也看到了 老山白花蛇草水 据说是最难喝的饮料排行榜首 买一瓶尝尝 不行不行买两瓶 我吃了啤酒 老山茶 老山可乐 老山山口水 这是我们这边喝的 出去还得罪一瓶 你们自己喝的罐吗 这个 这个东西吧 哪人喝是最好的 我们咱们拿那个 这个我常年喝 这个我常年喝 常年喝 就不用吃不要 就不患病了 要喝酒出源的人 就是 你要是咱们尝一尝 你能喝的 第一口拿喝 第二口喝也不好喝 第二口喝也不好喝 等你喝习惯了 非常好喝 这个多少钱一瓶 五块 这个不是辣的吧 多少带点辣 微辣它可以 十八 你家卖的便宜五块钱 这个 这个 这五块 我们都这个长价 对呀 他们这里卖的不贵 超市都卖六块 超市六块 在楼上里面八块 超市六块 成乡买它四块多钱一个 我儿子这一般就 金花两天两天不买 我们家都一般就费一两天 你出去没得不一定 嗯 购够了 好 谢谢 买到了饼干和 那个最难喝的水 回去尝一尝 这里边老板和这儿的人都很热心啊 不愧是浩克山东 走了一路 渴了 先喝饮料吧 嗯 我觉得 他们说 第一口难喝 第二口也难喝 只有喝惯了才行 因为我 记得在北京 大家打卡都是喝豆汁 嗯 其实很多人说难喝 然后一喝就喷了的那种 我是觉得 对于我来说啊 豆汁真的是太好喝了 我一口气能喝那一整袋 六块钱一袋的那种 来 尝尝这个 据说是 特别特别难喝 还有趣呢 没想到 尝一口啊 你离我远点 别喷你一镜头 我真喝了 谁说难喝 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跟苏打水的味道很像啊 这比豆汁啊 真的是差远了 一点都不难喝 味道很清淡的 那种苏打水的味儿 我觉得我一口气能干掉一瓶 嗯 完了 我记忆 那个豆汁之后 又一个爱喝的东西了 真的 这它是不是味道做蛋了 就跟有人啊 跟我推荐鱼心草 可是我觉得我真的受不了那个味道 就算有人爱喝 有人爱吃香菜似的 有人一点都吃不了香菜 那就是基因的问题 但是这个还挺好喝 我们来尝尝这个 青石的盖奶饼干 我们在景区里的小超市都没有买到 我们就出了景区 门口有一个小超市 他们说你爬山吃这个 太琢瓶了 太琢瓶了 太干了 我没告诉他 我说我倒饭吃的 先尝一块干的 甜香 有点淡淡的奶味儿 嗯 就我们小时候吃的饼干差不多味道 说是一定要蘸水吃 泡三到五秒钟啊 说泡时间长了就拿不起来了 一 二 三 四 五 嗯 快拿起来 软软的 我觉得牙口不好的人吃还挺好 再多一秒钟就拿不起来了 而且说 泡过这个饼干的 汤一定要喝掉它 这是灵魂 我觉得这个 在牛奶里头泡的那个 叫什么奥利奥 估计是跟他们学的吧 扭一扭 泡一泡 说是泡牛奶 泡 豆浆都好吃 这是我的午饭啊 嗯 我们去景区的时候啊 里边的工作人员就说 你买那个饼干啊 都是小时候吃的 老年人吃的 就是物资匮乏时期啊 大家吃的东西 现在啊 都没有人吃这东西了 但是很多人推荐 而且我在B站上看了一个大神的视频 从头笑到尾 所以一定买来尝一尝 确实就跟我们小时候吃什么 小焕熊干脆面啊 还是什么的 就是一种回忆 从没牙吃到没牙 确实是 而且 如果是给小朋友呢 就把它 堆在奶里 拿嘴儿剪个十字花 就当腐蚀吃了 关注一毫米足迹 跟我们去旅行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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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